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姬昌学射箭 甘迎是古代的一位射箭能手 只要他一拉开弓 总是射兽兽到 射鸟鸟落 甘迎的学生叫飞魏 跟着甘迎学射箭 技术的巧妙超过了他的老师 有一个名叫姬昌的 又跟着飞魏学射箭 飞魏说 你首先应当练习不眨眼 然后才能弹到射箭 姬昌回到家里 杨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 眼睛紧盯着一上一下的脚踏板 这样练习了两年以后 哪怕是锥子尖刺着他的眼眶 他的眼睛也不眨一下 他把练习的成绩报告了飞魏 飞魏说 还不行 你第二步还得练习好视力才行 要练到看小东西 像看大东西一样 看不明显的东西 就像看明显的东西一样 然后再来告诉我 姬昌用根牛尾毛 把一个狮子吊在窗户上 每天面向南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看了十来天 觉得狮子渐渐大起来 练了三年以后 看他镜像车轮那么大 再看其他的东西 都跟小山一样了 这时候 他用燕国牛角装饰的弓 搭上楚国出产的剑 向狮子射去 一剑就射穿了那个狮子的中心 而那个牛尾毛还没有断 他又把这情况报告了飞魏 飞魏高兴地跳了起来 拍着胸脯激动地说 你真正学到射箭的本领了 有点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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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边的人都会 要是转好 人马进行 温暴 的人马进行 就会